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七七八八,我是七七 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先说一件比较搞笑的事情 就是他TikTok嘛,跟在美的一个用户 他发了一个通知 就是说希望这个美国人民呢,去向国会请愿 然后呢,不要让这个美国政府去剥夺1.7亿 民众的一个宪法的这个表达自由 这整件事其实像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利用民主去反民主的一个典型案例吧 我觉得是 而且我说句实话啊 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的话 其实本身去限制这个TikTok这个事情 其实不一定最终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因为说 这个TikTok到底是否违宪还是有待讨论的 因为美国政府虽然说 包括很多人吧,也都心知肚明 TikTok其实是有问题的 但是实际性的可以完全去判处 TikTok的有罪的这个切实证据呢,确实没有 现在呢,因为一般在司法上面都遵循这个 一罪从无这个潜规则嘛 但是我觉得TikTok这张牌真的打得烂极了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通知 然后确实有很多的美国人 会去给这个国会打电话 据说相关的一个办公室 还有一些议员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那这不就明摆着去告诉美国政府 TikTok有操纵美国人民的一个影响力和能力吗 而且他这样子做的话 也绝对能让美国政府去深刻的意识到 如果TikTok真的想要做点什么 去干扰美国的政治的话 是完全可行 是非常可行的 我觉得这一步棋呢 TikTok看起来真的是太着急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心虚还是慌不择路 反正他这一招就是把自己的整个心态是暴露无遗了 就跟水上葫芦一样 就沉不了底儿 本身呢 最后他其实还是可以上诉到一个最高法院的 那样的话其实围绕宪法 我觉得关于这个自由表达的一个定义的话 说不定TikTok还真能赢呢 但他现在这么一搞的话 我觉得赢面可能就有点小了 因为我都在想 就是是不是TikTok他被美国 就是这方面已经抓到了实质性的一个证据了 那不然他怎么会这么着急呢 他居然公然站出来 在声明里面说 禁令将损害数百万企业 破坏全国无数创作者的生计 并剥夺艺术家的受众 这其实真的算是一种赤裸裸的一个软威胁了 我觉得 难道说大家离开你这个平台就不过了吗 现在我觉得短视频的这个平台还挺多的 他甚至还在这个通知的下面设置了 就是填写邮编号码 然后就可以帮用户找到 就是他可以打过去的一个代表 他就是在督促这个用户们去打电话骚扰对不对 TikTok这个时候 他去凸显自己影响美国人民的一个 自己自身的一个强大能力 我觉得这招怎么看都很昏头 不过昨天的视频其实也算是从一个侧面 给大家展示了外国人在TikTok的一个影响之下 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因为在洗脑民众和宣传自身这方面 我觉得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中共中国面前倒都是一个地底 所以说对待中共中国的一个东西的话 一棒子打死的话肯定是会有误伤的 但这真的已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如果说想要不被赛任 你去迷惑的第一个好方法 那么就是堵住赛任的嘴对不对 那如果你堵不了人家的嘴的话 那第二好的方法自然就是堵上自己的耳朵了嘛 那两会现在是开的如火如荼 那我们接下来就再来看一个两会的笑话吧 大家都知道每次北京开会的时候都会全面戒严嘛 那进出北京都有非常严格的 或者说非常夸张的一个身份等各方面的一个检查验证 但是这次两会就有河北的朋友突发气象 他想要去尝试一下 如果说不走一个正规的道路的话 能不能够进入北京 就走那种小路啊或者是荒芜人烟的那种路径 就是说他用偷渡这个词就真的很经典了 就是像这么严密的一个围堵 只能说从河北走线偷渡到北京 可能比走线偷渡到美国还要更难吧 而且说实话 美国的边境真的看起来就像筛子一样 就到处都是窟窿 所以我就建议美国边境的人员 就是防控的人员 可以去北京当局学习一下 到底该怎么防卫自己的边境 其实北京国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外省 就除了北京之外的其他所有省市的人 如果开车进北京的话 是需要办理一个证的 叫做进京证 是的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但是你想要开车进入自己的首都 你是需要另外办一个证的 而且这个证明还有有效期 只有7天 一年还只能办理12次 更离谱的是这个证还分为6环内和6环外 更更离谱的是不管你是什么证 只要是外地的车辆 全天都不可以进北京的两环内 当然了我说什么普通人民的车 你说什么上海市长什么之类的 那你自然就像回到家一样了 很多人说就是办这个津津净 是怕太多的车来北京 然后就会堵 因为北京已经很堵了 但是请看看天安门前的路 比北京哪条路不宽 你办证是为了防堵 那为什么不让进二环之内呢 而且开这个车在进北京的时候 是会被检查的 就是身份信息要检查 然后你的车的后备箱 还有后座 如果没有坐人的话 什么之类的都是要打开 然后被那个警察检查的 就真的很严格了 我感觉真的就是跟边境安检是一样的 那么已经被别人这样赤裸裸的区别对待 那本来大家都不是公民 但至少是个人吧 那被人家当一个二等人 你却还要替人家说话 主子说什么都对 那这种人都是什么人来着 像是现在呢 中国人就非常的鄙视 或者说非常夸张的去厌恶一个地狱歧视 但是这个就是最大的地狱歧视了吧 却一直没有人说什么反对什么 全世界有几个国家的人民 进自己国家的首都还需要另外办证的 甚至还要像过边检 就是国家边境一样的去进行一个安全检查 嗯 屈指可数的吧 那大家也都知道 谁跟谁是一路的 就不用说了吧 在中国真的就是从来就没有人生而平等 这一说 我觉得倒是处处都在体现 人生而就不平等 这一说 我说的是从国家层面来看 因为原生家庭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算是个人的一个因素 那不平等的话就是个人的一个原因吧 但是从国家层面 就你去搞区别对待的话 我就怎么讲都是没有道理的 而最最让我愤慨的呢 是中国几十年如一日 死活不改的食品安全的问题 因为这个不像是其他的问题 这个是切切实实直接影响到 每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一个问题 而且是 你什么可以不做 你总不能不吃饭吧 就还记得我之前给大家看过 就是有一个中学 他的食堂 给孩子们吃馊掉的 和被老鼠肯过的一个饭菜吗 就最近啊 湖北大学附中的一个学生呢 就给李老师投稿 说是从去年11月开始呢 就源源不断的开始发生 或者说被发现了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那么他们在食堂的饭菜里呢 有吃出来过塑料的保鲜膜 呃 毛发 毛线 蚂蚁 苍蝇 等等 最可怕的是呢 还有人在里面吃出了钉子 但是这个问题被发现之后呢 学校方面的应对呢 是开始施压 威胁 让校园强 也就是类似于校园论坛的存在吧 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 他删除了部分相关的帖子 那么之后呢 还有学生在这个校园墙上发帖子 呼吁大家可以给这个市长热线打电话去 投诉 或者说去反映食堂的这个问题 但现在这个帖子呢 当然已经被404了 查无辞帖 学生们其实从11月份开始 这个情绪开始累积 到现在真的是已经到一个几乎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从调侃一开始的调侃 然后到生气 到现在已经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愤怒的状态了 但是好像依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 像之前中国早些年的三肉奶粉的问题闹得够大了吧 就把这个企业都拖垮了吗 但是对中国整体这个食品行业的安全的这个影响呢 其实就是没有影响 我觉得如果放在一个别的国家 这个估计早就会出一些相关的法案啊 来补像是监管不力啊等之类的这些漏洞了 但中国因为本来就不是法治嘛 所以就非常的无力 社会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中国像是医院啊学校啊等等 特别是主要面对非领导人群的 然后呢又可以去垄断的这种食堂 它的卫生和食材都会相当的恐怖 谁能够想到中国学校食堂 居然是食品安全的重灾区呢 就一般学校的食堂呢都是外包出去的 但这个外包商呢不说百分之百了吧 就是太绝对了 反正就大部分它的这个外包商 都跟这个学校的领导真亲戴故 因为这实在是一个你不需要考虑的 太能偷懒的一个肥缺了 你就只要你拿到 就注定你一定赚钱的一个是一门生意 学生它是困在学校里的嘛 然后如果说这个学校它有食堂的话 那么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大概率这个学校门口是不允许摆摊的 因为如果摆了摊的话 其实学生们就不傻 傻了才会去吃食堂对吧 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呢 学校食堂几乎是全体学生的唯一的选择 那么高中生 特别是中国的高中生 更是几乎不可能跑出去吃饭 在市场上一旦缺少竞争 把这个垄断了之后 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对吧 对商家来说呢 客户呢已经不存在其他选择了 并且数量几乎是固定的 没有办法依靠别的方法增加的时候 他如果想要赚更多的钱 那么就只需要控制成本 所以呢中国学校食堂的饭菜 其实一直都是以差闻名的 原因就在于这个外包商 想要多赚钱 而且他又没有其他的一些顾虑 所以他就疯狂的去压缩这个成本 那自然是食材差营养低 卫生就更不可能有保障了 前段时间呢 不还看到有中国的学校食堂 统一饭菜 全是碳水 没有水果 也没有蛋白质 然后好像是个小学 孩子们就这样 就这样吃 再退一步讲 就是这至少还是人吃的 就是卫生问题 说实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么就算是老鼠肯过的 煮熟其实一般也不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闹翻天的那个老鼠头 非说是压缩的事件 就肯定也不会是孤立嘛 但中国现在的食堂也好 外面的饭店也好 它发展方向 其实我已经看不太懂了 卫生再差 食材再烂 那些东西至少是给人吃的 但是这些不知道什么小作风做的 也完全不知道成分副作用的一个化学制品 就直接往饭菜里面去放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还有拿瀝青去退这个鸡毛的就是 那是剧毒啊 但是呢我知道 食品安全事件不管在中国发生多少起 不管吃死多少人都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因为当官的他吃的东西都是特供 就是特殊供应 从种开始就跟普通人吃的不是一个地方的东西 那么像我们看到的这些食物是不会进他们的嘴的 而能做生意的我不是才说过吗 在中国做生意 或多或少都有点人脉 或者得去送礼判关系 那自家人赚钱和外人可能会吃出问题来 那他们这些当官的肯定选自家人赚钱嘛 那因为这些人的眼里 人民是最不值钱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像前两天就大家可以说 它是一个只是体制内 或者中共的一个小兵的一个人 都可以说出来十年前把你埋了 你都不知道这样的话 再加上毛泽东之前不是说吗 说六亿人口动不动就毁灭 哪有的事 何必说的那么严重吗 就是原子弹大战顶多会毁灭我们一半 那我们还有三亿人 怕什么 像是毛泽东他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害死的人就不说了 这话他能说的出口 我觉得就可以看得出 他对于人民人命的一个看法了 而中国一直都是一个上行下效的 一个重灾区 那下面的官员会怎么去想 其实也就很明显了 就跟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火灾 还有建筑坍塌是一样的 一直都在发生对不对 持续不断远远不断可以说 但消防问题和建筑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今后也更不可能会 所以说白了就是发生归发生 但还是会一直发生 一直发生到所有的人民在面对 这些事件的时候都麻木了 其实我每次看到就是有很多中国人 他会在一些事情上面的发言是阴阳怪气 或者是说反话 就是那种无奈讽刺的时候 我是比较心痛的 因为他们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 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太多太多次了 人们争过了闹过了一直到就是绝望 所以他们除了彻底的沉默之外 也就只能像这样子吐槽发泄一下了 那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话题说到这儿了就感觉又有点沉重了 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位超级表演家的完美表演 今天早上听了总理的报告之后呢 我们内心是非常的振奋 信心十足 因为这个报告里面出现了社区二字就有试次了 作为一名来自最基层的社区工作者来说 在报告里面看到社区二字 我们是特别的骄傲和幸福 这么冷的天 情绪呢渲染的如此饱满 我觉得这个表演的真的很很好啊 可以去朝鲜工作了 那他呢因为是在社区的基层工作 所以呢他在政府的报告里面呢 看提到了四次社区 所以就感到骄傲又幸福 怎么说呢就没事就吃点溜溜煤吧 那你怎么不说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 还提到了人这个字呢 就你怎么不因为这个就感到骄傲幸福呢 提到的应该不止四次吧 我没有去数 就是说能不能不要发疯了 就是我特别想送这位激情四射的人大代表 一句卢梭之前说的话 产生自尊心的是理性 而加强自尊心的则是思考 做个人吧 好了 我是f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